我們要解決就是日期格式的問題 所謂的日期格式 因為剛剛我們有特別講 如果你要畫個折線圖 如果你給的日期不對的話 他一定就沒有辦法幫你正確畫出 你需要的折線圖 所以我們需要把日期這個資料 把它做一個修正 或者叫正規畫吧 日期格式那怎麼做啦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以前的做法這樣 一、先在B欄的地方按右鍵 點一下上面按右鍵插入一欄 二的話就是直接把這個資料 用幾個方法文字 或者當日期來看 當然比較簡單 把它當文字來看 我想我們之前有做過類似的 就是取前面的四個字用LAT 再取就是年 然後月的話就是從第幾個字 2024、第五、第六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就是月 然後呢 右邊的兩個字 那就是日 年月日 然後中間加斜線 所以如果要把它串成一個公式的話 還記得吧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然後用文字類 當然第一個我們用LAT 所以第一個用LAT 然後呢 取這個資料的前面的四個字 當然啦 它這個資料它本來是數字啦 因為經過LAT 它會變成文字 然後取四個字 所以它會變成文字 2024 按確定 它會靠左啦 因為文字一定靠左 如果數字靠右 然後AND 那一個斜線 AND 前雙引號 然後再加一個斜線 後雙引號 當然它會變成這樣 2024斜線 後面的話還有什麼 再AND AND一個什麼 MID 中間 所以MID 所以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函數 請你從X入函數 第二次的話 請你從前面的清單 找到MID函數 MID一樣其他函數 然後文字的裡面 找到這個MID 這個資料從第五個字 我要兩個字 那是不是03 是沒錯 按確定 所以它會把這個資料 再串在它的後面 然後再加上一個斜線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AND一個斜線 然後再AND什麼呢 後面一樣 再加一個Write 所以再插入第三個函數 一樣其他函數裡面 它會跳文字 然後你找到R開頭的 OK Rrite函數 然後這個日期取尾巴的兩個字 就會得到01 所以把01再串過去 你會發現得到的就是標準日期 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底下就OK了 但是你說怎麼修正 一般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你就是按右鍵 然後把它複製 貼上去這邊就蓋過去就好了 然後再把B欄刪掉 不過你貼的時候記得 你不能直接貼 你不能說Ctrl-V 因為Ctrl-V的話 它貼就是貼公式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公式 直接貼到這邊 那不對了 因為它參考的A2就會被蓋掉 所以它自己參考自己 如果假設你直接貼 它會參考失敗 所以會出現錯誤 就是R.E.F.就是Reference 參考失敗的錯誤 所以記得你要貼的都怎麼貼 記得要用右鍵選擇性貼上 只有直 直就123 OK 這樣貼就OK 貼完之後請你把這邊刪除掉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這樣就成功了 然後你如果把這邊修正完 因為貼上只有直 所以剛剛的公式就會全部不見了 記得這個還滿常用到的 就是為了解決 就是如果你貼上 假設你本來是公式的錯誤了 接下來我們畫圖 畫圖一樣從A1一直選到B的39 有沒有 OK 然後再插入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圖表錯了 把範圍選起來之後 插入這個折線圖看看 這個折線圖 你會發現 插入折線圖之後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正確版本了 有沒有 差很多吧 它馬上可以識別 就是你的橫軸部分有沒有 這個叫橫軸 日期的部分 橫軸資料 它就會直接幫你擺在X軸的位置 然後縱軸的匯率就放在Y軸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是時間 從3月1號一直到4月24 4月24 然後匯率的話 最高接近到快要32.7了 快要3.8了 好像快要33了 歷史上應該很少有這麼高的匯率 因為等於是台幣貶值了 對不對 然後美元變升值了 那如果假設繼續貶下去 那當然台灣的物價就會跟著又要上漲 為什麼很多東西都是進口的 像石油啦有沒有 那如果台幣貶值的話 那相對的東西就變貴了 所以可能很多東西都要漲價 所以最近央行應該會做一些事情 來意志他不要繼續升 美元不要繼續升值 可是他怎麼樣讓他不要繼續 就台幣不要繼續貶值 我在想可能就是要 反正這個你們自己再去推一下 重點我們就是把這個圖畫出來 可想而知台幣應該會升息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 OK 有沒有 現在大概利息定存大概差不多 快要進2%了 那可是如果升息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買房子有沒有 那你有貸款 那可能你的房貸負擔就會越來越重 如果升太多的話 那可能很多人就繳不起房貸 可能要賣房 那會不會造成這個房市有一些變化 可能也有關係 不過當然這個的話你們可以去觀察 OK 好 所以記得為什麼剛剛畫出來這些錯誤 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期格式不正確 所以我們就用了公式 這個公式假設你擊敗起來 我在雲端百百百上面有 就在這裡 OK 有沒有 方法一 有沒有 那其實還有方法二 你可以把它當成日期 就是多一個data函數 不過我覺得方法二比較複雜 OK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 我是覺得用文字應該就可以了 好 但是它這個方法 是可以真的畫出圖 而且是正確的 但有一個問題 我先把這個圖先刪掉 如果你明天 因為它這個匯率資料每天都變動 它會到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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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9會增加 所以如果明天你又再重新按一下 它會把舊資料刪掉 然後重新下載 或者我假設模擬明天發生的事情 按執行會怎麼樣 它會清掉 然後又重新 又更新了 那更新之後會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剛剛做的事情 就全部又要重來了 我想說每次不是很麻煩 又要再插入 又要插入一欄 然後要打那個公式嗎 當然你可以把公式複製貼 可是還是挺麻煩的 所以像這種狀況怎麼辦 幾個方法 要不然就把剛剛的動作 錄製成聚齊 讓它可以跑 但是有點麻煩 像錄製聚齊的話 錄下來的程式有點隱藏 所以通常以這種狀況 我們會自己來把它改寫 怎麼改寫 就是直接在這個下方 我剛才寫一個VBA的SUB 這個SUB名稱叫做修正日期 修正這個日期的 一個程式 程式的寫法跟剛剛的公式有點類似 至於怎麼寫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修正日期的公式先說說看 不過這個缺點就是說 它可以辦得到 只是說每次都要重來 好像雖然是有改善了 但是每次都重來還是沒效率 不過至少比人工作業快了 可是但是我是覺得在職場上 說實在你不能只有學一招 一招可能還不夠 可能至少程式部分應該還是要會一點 我們已經在職場了 我剛才去看 你不可能 我會不會不會 我會不會不會 我會不會不會